消灭援军最少的朱元璋为何能一统天下? 援朝之后,就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,援朝是朱元璋推翻的,似乎援朝军队也主要是朱元璋灭掉的。 然而,刘继兴在查阅史料时却惊奇地发现,在援末的热路起义军里,朱元璋所部是消灭援朝军队最少的一支, 那么,魅园军最少的朱元璋为何能最终一统天下? 朱元璋是如何以较小的代价登上开国皇帝宝座的? 在那个群雄殡骑的年代,有枪便是草头网,话说到了1356年,各路起义军都抢到了一定的地盘, 由福通拥寒陵而为帝,拥有安徽、江苏、河南、山东等大片领土,并不断向北方和西北进攻, 徐寿辉称帝于武昌,拥有湖北、湖南、江西等的,张士成称王于苏州,拥有江苏、浙江等的, 明玉珍则杀入四川、云南,也欲称帝,这四支队伍是消灭黄河以南元朝势力的主力军, 他们已控制了黄河以南绝大部分地区。 此时的朱元璋占据安徽中部的出现,河州一小块地方,他手中只有两三万兵马, 这还是继承齐约复孤子兴的遗产,他力量虽弱,但会演独具, 他发现南方当时还有一块地盘在元朝手里, 那就是张士成和徐寿辉势力中间的江苏中西部, 直到浙江中西部的一长流地方, 这里人口众多,物产丰富, 而且其中还有一个虎巨龙盘的历史名成建康南京, 于是诸然张力激发兵,由采石鸡偷渡长江, 攻下南京后,又继续向南进攻, 用四年时间,一直打到浙江的金华,徐州。 此后朱元璋在南方就一直和其他汉人武装打, 再也没有打过蒙古人, 元朝在黄河引南的军队大部分被灭于其他起义军之首, 朱元璋所不消灭元朝军队最少, 这期间,刘福通领导的红金军大举被发, 分四路向元朝进攻,他自己在中路, 打下了河南全部,并迁都于开封, 北路沿山西一直打到元朝的大兜, 东路打下了山东,西路一直打到陕西凤翔, 一时间,红金军号称百万,几乎先翻元朝。 本来,按照刘福通的力量,完全有可能彻底推翻元朝, 但刘福通的战略出现大的失误, 他没有集中兵力梦攻北京, 却是兵分四路,四面出击, 结果是分散了自己的力量, 让元军得以各个击破, 再者,元朝出了一个奇人茶喊贴木耳, 此人出身不一,却精通军事, 在短短十年间,他依靠自己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, 在北方全力对抗红金军, 创造了几乎百战百胜的奇迹, 并终于打败了百万红金军, 维持了元朝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。 红金军溃败后,朱元璋在安徽的领地, 直接处于茶喊贴木耳的威胁之下, 如果茶喊贴木耳挥师南下, 首张其冲的就是朱元璋, 以朱元璋当时的实力和南方四分五裂的局面, 是绝对无法与之相抗的。 天著朱元璋,正在这时, 元军内部开始冲突, 贵族出身的元朝汉将伯罗铁木耳, 极度茶喊贴木耳这样不一出身的人实力和地位都将超过自己, 竟然提兵向茶喊贴木耳的军队进攻, 茶喊贴木耳也不甘示弱, 于是双方军队在山西、河北不断发生摩擦, 蒙古人没完没了的同事操格拉开了序幕。 1362年6月, 茶喊贴木耳遭手下叛将的毒手突然死亡, 元朝痛失顶梁柱。 茶喊贴木耳一死, 朱元璋在无后顾之忧, 于是倾全力和南方各支汉人武装大打出手, 1363年与陈有量大战于婆兰湖, 取得决定性胜利, 并取得江西全部, 1364年攻下武昌, 取得湖北, 1365年平定湖南、广东, 1367年又完全打败张世成、方国珍, 基本统一了南方。 与此同时, 北方蒙古统治者的内讧加剧, 各支军队也开始互相攻打, 一打就是好几年, 元顺帝都调停不了, 结果使元朝陷于一片混乱, 日趋衰落, 更要命的是, 元朝命亡的千古罪人, 兼相处司简出现了, 他贵位丞相, 竟然趁乱故人印甲超义大发横财, 不仅如此, 他还趁皇帝叫他出面条件, 佛罗铁木尔, 和库户铁木尔的矛盾之机, 拿着圣旨当收钱戏, 是南北两家洛伊厚薄, 而弹之以密旨, 南面送的钱多, 就对南面说, 皇帝有密旨叫你们去打北面, 北面送的钱多, 又对北面说, 皇帝有密旨叫你们打南面, 使得形势寓意纷乱险恶, 内战无休止地延续下去, 1367年, 当南方同跟相间, 那胜出者朱元璋回过头来看北方时, 发现北方的统治者似乎早把南方忘记了, 还在忙于窝里斗闹, 朱元璋于是下令北方, 十月, 徐打, 长玉春率大军二十五万, 朝北方进发, 一路几乎兵不血刃, 山东, 河南, 陕西, 等的那援军, 要么是迎起而降, 要么温风而逃, 数得上的战斗, 只有洛阳一场, 当时洛阳守将托金, 铁木尔, 在洛阳城外聚集了五万军队, 欲与朱元璋军队一战, 却被长玉春一重, 立即溃败, 当年查喊贴木尔用十年时间收复的从陕西到山东的广大中原地区, 朱元璋军队仅仅用了八个月就全部占领, 1368年八月, 朱元璋军队禁逼北京, 元顺帝带领三公后妃, 皇太子等继承而走, 全部逃往蒙古大草原, 其余酷酷铁木尔, 李斯奇等手握重兵的将帅, 也失去了那战时的勇敢, 竟也毫不抵抗, 全部逃跑, 朱元璋仅仅用了十个月时间, 以极小的代价就占领了整个北方, 从而一统天下, 建立了大明朝。 朱元璋军队禁逼北京, 朱元璋军队禁逼北京,